习近平经济国师郑永年线性骚扰指控 图片来源 视频截图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镜像网站 返回正版 看中国网站 看中国20 20年9月4日讯 看中国记者苗薇综合报道 最近曝光的习近平 九名经济国师之一郑永年 被曝出在新加坡出任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所长期间性骚扰女职员 受害女子已报警并提出指控 近日 新加坡警方对郑永年发出严厉警告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镜像网站 返回正版 看中国网站 现年58岁的郑永年 浙江于姚人 在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 之后赴美 取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他在1997年被当局派往新加坡担任研究员 2008年担任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019年卸下所长职务 今年8月 郑永年任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蒋习教授 组建人文社科学院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 并任首任院长 今年8月24日郑永年出席了习近平以个人名义召开的经济学者座谈会 与会的9名经济学者首次被媒体曝光 外界称他们为习近平的经济国师 9名专家代表还包括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席林毅夫 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刚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采访 中共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等人 日前 郑永年因身陷性骚扰丑闻 再次引发媒体关注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一名女职员上月发推文 披露自己在2018年5月被时任所长郑永年性骚扰 当时是她刚上班的第一个月 而她经过一年的挣扎 终于在去年5月报警 警方在今年5月完成调查 并对郑永年发出严厉警告 该名女职员还披露 郑永年对她进行性骚扰后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东亚研究所管理层向她发出警告 她还遭受了欺凌和报复 又指东亚研究所一直对郑永年的相关行为充耳不闻 甚至包庇郑永年 郑永年曾多次对香港社会问题发表威胁港人的言论 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抗争运动 当年8月19日 郑永年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时说 香港这些人成不了气候 我一个朋友是新加坡前高官 他就说 你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 郑永年的断水论引发巨大争议 目前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郑永年等9人作为习近平的经济智囊团队 就十四五规划编织等发表见解 对此 台湾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 对自由亚洲分析说 郑永年在经济座谈会上形容的 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 他把共产党所作所为正当化 把共产跟市场制度混在一起 理论基本上还是以西方的发展模式为主 但是加重了对政策的管制 实际上跟现在领导人的思维是一致的 成征荣誉会员 溪流能够毁成大海 小善可以成就大爱 我们向全球华元成一征集万名荣誉会员 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 68美元每年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 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 向至少一万位中国大陆同胞 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 在危难时刻下